当囚徒不玩程度,近乎白板的溜轨需要多细节 开局便就是细节,把附近的六把基因连上链,方便后续转点给技能充电 通常我会去飞行内部,侧翻车坦时下板转大方 当看起来是红蝶,则改变牵手思路 走这边,去下前面的一块南路板,逼红蝶交飞 下板后,红蝶果真丢蝶飞,用电化解危机的同时再次拍下南路板 路过开局连的电机,出发自上给技能快速充电 回头看红蝶交出赶路飞,判断其时间充足直接下板 拼建红蝶贴板且飞已经交过,可以直接翻大方窗户 被红蝶丢上蝶,翻车后立即回头断飞 身为足够的情况下,可不下板继续绕一圈 看见红蝶翻创,有一滴距离可以下板,之后贴摸走防止延迟飞 红蝶交飞不踩板,则选择去一把区牵制,红蝶此时闪现开刀 第二板区不易牵制红蝶,立即转回大方 看见红蝶交飞过创,则下一波必须踢板 而我们要板增加速,可以选择主动吃红蝶转为大点 空地装电,保证接触回头拼的头时 看前方小心卡位 求稳交电下板 距离是够转小黄的,但担心旗有地下室 选择在这边的板区再拖一点时间 板子不下,大半红蝶人齿飞速下 稳稳三台 被救下后,立即带远大门和大方的两台密码机 在搏命期间,连接上最后两台密码机,加快压机速度 得益于前期优秀的签制以及球图的传输,我们无需考虑二流 此外,倒地不是越远越好,如果倒在死角,最有的救援压力就会大大提高 学在一个既不干扰密码机,又很难挂到脚步的点位倒下 当然,屠夫也知道脚的椅子好难截,选择强行挂过去 但有忽患的满血用兵不是一切难解 在椅子上就得向好开门站的签制思路 这里红蝶不打我,很明显是在拖近的CD 那我们趁此机会转到优质点位 红蝶走位压炮我们去小方的路 那回头在这个长窗废区签制 吃刀开机翻窗加速 注意红蝶不光,发现反扰立即回头 走空地是因为手上的电可以飞一次飞 这碗垫再接翻窗,高墙加窗子 红蝶想快速拉当非常困难 身为不俗,就继续到这个点即可 看见红蝶反扰立即回头 这波反扰反而给了我们转木屋的机会 下板蹭弹射,拉距离逼迭 牵扯到这里,红蝶保身的希望已经破扁 本局也是拿下三跑 第二把开局照常连店 看见尽管是蝶人 半截的身子已经用土了 现在转入高墙 不给蝶人视野就不敢投镜子 蝶人预判难落镜子 立即回头蹭弹射加速飞掉这个镜子 这样一来就可以放心转大方 谢谢大家 打这把问题出在了救人上 作为记者 其防弹剂能力几乎为零 而都有借促的摊机子 甚至被通缉了 这个时候就不应该来救了 只能白白送镜像刀 记者吃刀 只能让机械师来救 由此整体破译受到严重干扰 第二次上椅 记者喝完酒后再一次选择摊机子 这导致机械师娃娃被打掉 由此密码机已经没法再压好 记者这个走位 只要富人稍微再准一点就会吃刀 你会发现这个记者完全没有用 牵制娃娃扛进线的意识 这不救人也是出了大问题 富人选择卡位 而机械娃娃可以拖着到椅子那边释放 而记者却选择到亏损最大的方法 至此 两个残屑机械师压根秀不动 这把也只能平局 可以看见 这个记者压根不知道怎么玩记者就拿出来了 只希望大家在牌背的时候 挺提前弄清楚想玩角色的意识吧 这里挖缘 更多教学和实况都在主页 感谢点赞和支持